哈喽大家好 最近呢我们发了几个有关浇水和施肥的几个视频 那有些朋友有一些问题 实际上这些问题呢也都是在我们一开始种植植物的时候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的植物的叶子发黄了怎么回事 那么今天呢我就就这个问题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关的这方面的经验 那么发黄的原因呢实际上很多 我很难一意地回答哪一个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发黄 因为它有各种不同的因素 有浇水有施肥有阳光还有通风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所以很难来回答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这样一些要点来帮助大家 来发现到底自己的植物哪个地方可能出现了问题 那么叶子发黄第一个可能原因呢 大家都会想到是不是我浇水出了问题 那么你可以这样来考虑的 如果说是你浇水的习惯没有改变 那么一共都是这个样子 而最近叶子变黄了 那就有可能是不是浇水引起的问题 如果说是你的浇水习惯改变了 比如说原来是每天都浇 你现在是每三天浇一次 那么是不是就是由于浇水不够而造成了这个叶子发黄 那么想反之 如果说是你原来三天浇一次 现在突然就改成每一天都浇一次 那么这也可能造成了这个叶子发黄 那么这是一个浇水方面的原因 首先你要感觉也查一查 而这个浇水造成的叶子发黄呢 很容易能够被诊断出来 就很容易改 你如果说是你就不清楚 那你就稍微地改变一下你浇水的习惯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一看你的这个水 有没有积水的情况等等 还有天气预报的情况 有没有对它造成影响 如果没有排除这些因素以外 那么浇水呢就很容易诊断出 到底是不是浇水出现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造成叶子发黄的原因呢 就是大家也会想到 可能是营养成分不够而造成的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那么植物的营养是有三个重要的元素 氮、氮、钾三大重要的成分 那么氮肥 首先我们来说氮肥的缺少 氮肥呢它就是因为它可以管枝叶 让枝叶茂密 枝叶茂盛 那么它主要是管这方面的 那么我们如果说是枝叶发黄了呢 那么氮肥有可能是缺少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缺少了氮肥 那实际上你也可以这个植物 你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我们的植物是非常的聪明 它可以把它的目前的需要的状况 都反映在叶子上面 叶面上面来告诉你们 来实际上是和我们communicator 如果我们ignore这些方面呢 那有可能就会就不能得到它的足够的信息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叶子来看 它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 黄是由于缺乏氮肥引起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 你看这颗是这是我的一个Lemon 这个Lemon呢它有个特点 你从远的地方看 你看很多这个tip的这个地方都是一种深绿色的颜色 那么就是新生长的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些深绿色的颜色 而有些叶子呢 你会发现它就已经改变颜色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地方 你看我手心这个叶子 那么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它的叶子呢就发黄了 而且是均匀的黄 就是你看这个叶子也有点亮亮的 也有点好像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 但是它却逐渐的黄了 而且这一不是老叶子 而且这附近 因为在这个树的中间的部位 它不是老叶子 你看这个叶子是很润的叶子 它也出现黄叶子 而别的像这个还是很老 很绿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我们这个植物啊 它把一些由于营养缺乏 这个植物非常的聪明 它营养缺乏呢 它就会把你的这些营养 从老叶子上面 把它 把它的这个蛋肥拿走 然后供应新的 如果要从根上获不到的蛋肥呢 它也去供应新的 而这些老叶子呢 它就从里边不给了 或者是把它的营养取走 然后这叫mobility 就是说它把营养可以供应 根据它自己的生长的需要 然后它供应个新的那些枝叶 那么这种功能呢 所以它就会造成这样 那就这也同时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它的蛋肥不够 它缺少蛋肥了 那么它呈现黄的颜色 而且是均匀的黄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 叫做缺少蛋肥 叫做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Nitrogen Deficiency 那么这就是缺少蛋肥 那么这是 你看 这个树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所以说呢 我们这棵树呢 缺少蛋肥 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也没有 take care这个树 所以说呢 它是显然缺少蛋肥 缺少 缺少 磷肥会造成什么样的黄 那么磷肥造成的 它主要会造成这个 让植叶的叶子 呈现一种红色 或者是一种棕色的 就是颜色的这种叶子 那么往往都是一种缺乏磷肥的表现 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有一个blueberry 我们这是我们的blueberry 你看它结的果非常的小 看 结的果非常小 一点点 也开花也很少 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叶子 怎么着 这个边部 这个边缘的部分 呈现了一种红色 或者是一种棕色 那么这种 就是说除了黄之外 它还有 你看也很黄 但是它还有这个颜色 红色或者棕色这种颜色 实际上它就预示着 我们这个植物呢 它缺少磷肥 那实际上这个花呢 这个blueberry呢 实际上跟了我们很多年了 我们没得take care它 就种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实际上它就表现了 就是说也不开花 即使开花呢 也是开花的很少 结的果也很少 即使结果也站不住 所以说这都是缺少什么 缺少磷肥的原因 那么是不是叶子一定黄 或者一定红 或者棕色 就于是它缺少磷肥呢 也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我们现在看一看 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瓜瓦树 那么瓜瓦树呢 它的这个红 你看它也红 那你能说这个也缺少磷肥吗 不是 不是 这个瓜瓦呢 你可以看到 这个瓜瓦 它有一些 因为瓜瓦本身这个树叶子 它就新的树叶子 就呈现红的颜色 但是它的这个地方 那么怎么判断 它的红 和刚才的哪个道理是缺少 都红 那么哪个是缺少磷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叶子 有个什么特点 它红是均匀的红 就是整个叶子都是红的 而不是 不是tip或者边缘的红 所以说在这个叶子呢 它本身就是它自然的一种红 所以说这个就不是缺少磷肥 磷肥造成的红 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 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 怎么回事 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红呢 红颜色或中颜色 是由边缘开始的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边上 看到吗 边上它是红的颜色 然后中间是绿的 这是一种不是均匀的红 或者不是均匀的棕色的话 这就是一种缺少磷肥的原因 实际上这个植物就是缺少磷肥 我们也没有take care它 所以因为我们也没有take care 也没给它上肥 你看它就有表现出缺少磷肥 那么缺甲呢 往往造成的黄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看我手 这个地方有个叶子 那么在这个叶子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 就是它的那个黄呢 是从边缘开始 然后逐渐 那中间的这些部位呢 还都是绿 但是只有在边缘开始 那么从边缘开始 逐渐地往中间 往这个根部发展 那么这种现象呢 实际上就是缺甲的表现 那么缺甲 那么所以说你看我们 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样的叶子 你看嘛 边缘开始 然后开始进入到内部 那么像这个呢 就是典型的缺甲现象 所以你看 那么这个植物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Mandarin 因为我们最近不大管它 你看 你看它还不但缺甲还缺钙 那么我 至于缺钙 怎么判断缺钙的现象 那么我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再和大家分享 缺钙缺其他的这些矿物质 所造成的黄色 那么我在下一个视频 再和大家分享 枝叶黄是怎么回事 第一是胶水 胶水不够 或者胶水太多 第二有可能是缺乏蛋 那么蛋肥表现的就是黄叶子 从均匀分布 从下到上开始黄 那么均匀分布 而头部还是深绿 所以这种现象呢 就是缺蛋肥 那么缺 磷肥呢 就是表现在 就是叶子上面会有黄 影时代的黄是一种红的颜色 或者中颜色 从边缘发展下去 那么这样的现象呢 一般来说是缺鳞的现象 那么这个缺鳞呢 比较难发现 比较难找到缺鳞的现象 那么但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你感觉到你的这个植物 这个虽然没有红的和黄的 如果说是开花结果不好 很容易掉或者是做果率很低的话 这也是一种缺鳞的现象 那么缺鳞呢 就是这个边缘黄色 从边缘开始 从头开始逐渐地延伸 逐渐地延伸到中间 然后根部 那么这种现象呢 就是缺鳞 缺鳞的现象 这种现象就是缺鳞的现象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分享了一下 就是缺这三大元素的 那种造成的黄的这种现象 那么还有其实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缺钙 缺蒙 缺心 缺经常有的 还有缺心啊 这些现象 实际上在叶子 在叶子表面都会显示出来 那么下一次呢 我们将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怎么来判断 它是缺少这些矿物质 而造成的黄 那么还有实际上 我们呢 还有就是 这些植物呢 黄呢 还有可能是缺乏阳光 和缺乏风 那么这些方面呢 我们在以后视频当中 会慢慢地 一一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希望你 你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大家一块儿学习 一块儿进步 好了 今天就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